第一件事 我想说说IPO 因为近期也有很多IPO 我绝对明白 这个市况 我连股票也不想看 你叫我买IPO是难的 但是在我立场来说 你做研究 其实不应该受到气氛影响 我意思是 研究股市应该天天看 因为你不看又怎会呢 但是下不下注 买不买 买多少 就根据当时的市况 去做一个配合 明白吗? 如果市场不行 你就离开股市 你什么时候回来股市呢? 就是当市市升了大轮之后 全民都是股神 每个人坐在你旁边 就说 需要什么上班? 一定可以 你就会跳下去了 这些叫做Sunday Driver 或者叫做Sunday Investor 通常你到时回去买什么呢? 就叫做抢三包 那时全世界说了什么 你就买什么 结果历史不断轮回 就是市跌 你就是低位斩 接着在高位时 身体很痕 又回来 很多人都是这样 我听过太多次了 我以后不买股票 我斩手 接着市场升到三万点 不是的 比上班好 我也是买点的 所以最怕是这件事 所以我在立场来说 就是功课 继续做 研究继续做 但是买不买? 买多少? 我怎么买呢? 就考虑基本因素 以及当时市场的气氛 是否配合 好了 所以我们 IPO也要学一下 你IPO也不学 我知道市场上 少说IPO 因为要看 只有几百页子 我继续说汇控 继续说中移动 就可以了 不用做功课 但是功课是要做的 我今天选择一只 首先说明 我不是特别推介它 好吗? 因为这一只股份 死了 名字都忘记了 是这个 咦咦咦咦 傻了 我应该找披露仪 对了 2380 出不了 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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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就是2480的露竹生物 它是我们所讲的B仔股 即是我强项 既然是我强项的东西 我責任上都應該多說一些 因為市場上未必這麼認知 好,它是由4月25日 which is today 開始正式招股 它做一隻B仔股是做什麼的呢? 簡單來說是做疫苗的 我自己給它的觀感 考慮到現在市況 這麼多生科股都跌了下來 你比較熟悉的 你要買,你就買熟悉的那些 所以在先天性 這一刻它上市 其實就除非有心人做很多動作 否則的話 其實就未見官先打三十大敗 好了,從基本因素上來說 它有三個臨床階段的產品 另外有四個臨床前階段的在研產品 簡單就是它的批拉有七個產品 感覺上不算多 而且它的產品都是傾向在臨床試驗的 中前期這些情況 簡單來說就是